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Net 我们是所有全网KW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地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今天周末没什么行情 我来给大家大概的讲解一下 我们社区的加强版老王信号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相当于就是已经经过我们社区授权的 加强版的老王信号指标 很多小伙伴不太理解这个信号指标怎么使用 我们来从最基础的一步一步的看一下 在你没有购买我们社区指标之前的时候 你的trading view是这个页面是这样的 然后当成功给你授权之后 你点F5刷新页面或者APP上把APP重启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指标的信号图 然后我们来一个个的介绍一下这些指标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主图综合指标阿米亚 阿米亚打开之后 在屏幕的左边比特币下方会出现代号阿米亚新版这个图标 大家可以点这个地方设置 然后可以去按照大家喜欢的布局去显示 默认的话都是打开了的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阿米亚这个图 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容易看到的 这个红色的点和这个绿色的点是吧 这什么意思呢 这相当于是虚拟币走了这个地方产生了背离 看跌背离或者看涨背离 这是一个参考信号 然后第二个关注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细细的线看到没有 这是所谓的小通道 然后这根出出的线呢 我们叫大通道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比特币站到这个大通道之上的时候 相当于是一个看涨的趋势 它如果在小通道和大通道之间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震荡的趋势 如果它在大通道和小通道下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大通道和小通道相当于是一个压力支撑的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比特币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前天的行情的时候 直接跌下去一根针插到大通道之下 然后迅速收回 相当于大通道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然后一旦涨破小通道这个趋势的话 就会直接开始往上升 相当于这是一个个的buff 大家去叠buff 如果玩过魔龙世界的小伙伴大家都知道 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当走势在通道之上的时候 就是看涨的形态 走势如果在通道之下就是有一个看跌的形态 大通道和小通道参考的是不同的收集 如果在中间的话 那相当于属于是一个震荡的形态 大家可以看到 阿米亚中间有一根这个绿色的线 对吧 这个绿色线是什么呢 这根绿色的线是多空分界线 多空分界线相当于是用多组的 VWMA去组合出来算出来的一根线 在这根线的上方的话 相当于比特币就是看涨的 下方的话相当于就属于看跌的 这又是一个参考指标 是吧 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 这个图表的话会不会后悔是吧 就相当于是我走完趋势之后 我再去拆它的涨跌是吧 然后我相当于重新标注一下 我可以明确的说这是不会的 这个指标图中间 唯一会后悔的就是这个背离的指标 因为背离的指标 必须等下根趋势线走出来之后 它才能确定 相当于这个版本的 它只是提前提示你 有可能会背离 只有当下根趋势线走出来之后 才能确认背离 相当于看涨背离和看跌背离 这两个指标 绿色和红色 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点 好 然后我们来介绍这个图表的第二个功能 ACE能天使 这名字取得都很屌 ACE能天使的话 相当于在走势图下面这个地方 我刚刚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绿色和红色的 大家可以猜得到吧 这是看涨或者看跌的量能 然后这个线呢 就是看涨和看跌的量能柱的线 在这根虚线 90的虚线和这个10的虚线之间的话 它属于震荡是吧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量能 如果当它一旦突破这个线的话 这个表格最高只能统计到100 最低也只能统计到0 这是一个量能柱 它不是一个数字的显示 如果当一个买入的量能超过了100 怎么办呢 它就会在上面显示 红色的点 大家看到没有 这相当于是超买信号 超买信号连续发生之后 下一个指标类 有可能就会跌 看到没有 这是超买信号 如果一旦连续出现超买信号 它停止之后 它就会涨 然后大家放大来看的话 这个买卖量能中间 还有一根灰色的细细的虚线 看到没有 它相当于是一个信号线 当信号线和彩色的信号指标交汇的时候 它们就类似于产生了金叉 然后会有预警效果 同样买卖量能在信号线之上的话 就是看涨的 在它下面的话 就是看跌的 大家可以理解 同样在买卖量能柱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灰色的能量柱 它相当于是提示 后面有可能会出现行情 大家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 然后蓝色的 相当于是比灰色的要灵敏一些 你看现在的行情 如果连续出现的话 相当于信号在不停的去预警 即将出现行情 然后紫色的是什么 紫色的是正在出现行情 相当于已经出现了行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只是预警 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紫色的这根线 它也不能每次百分之百的出现 但它出现的第一时间 一般都是会出现行情的时候 你像目前的行情 是灰色和蓝色 不停的连续出现信号 然后产生了一个超买信号 相当于震荡器 认为即将出现行情 对吧 好 这就是ACE能天使的大致功能介绍 好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指标图的第三个功能 流明 流明的话 它相当来说比较简单 打开之后 类似于就是这种 一根线 两根线 三根线 四根线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还有上面一个黄色的线 下面一根黑色的线 相当于的话 它就是一个 类似于EMA220 50 类似于像这种的 总体的走势参考指标 相当于的话 它整个指标图的buff 叠得越多的话 你的参考价值就越高 大致上来看一下 就是相当于的话 目前的走势 在这个绿色线之上 绿色支撑是一个看涨的buff 是吧 这相当于是另外一个参考 但是它的参考 优先排序的话 会排在后面 好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表格的 最后一个功能 夜音 夜音 它是刚才的三个线的 一个总体的一个统计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 BTC USDT的 目前价格26,400 它在目前 Store的RSI上 15分钟线的话 它的振动量能的话 目前15分钟是94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一小时是22 四小时是90 一天的话是86 它目前的预警的话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金叉 一小时的话 产生了一个金叉 然后超买超买信号 目前没有出现 拨动预警的话 现在正在疯狂的预警 一小时的时间级别 相当于是要出趋势了 最后的话 就是EMA200的监测 夜音的功能 就是通过图表的形式 可以同时帮大家 监测非常多个B种 然后这些B种 可以在设置里面 自己去调 一旦出现预警 或者交易信号的话 非常的一目了然 好 这就是我们社区 加强版老王信号指标的 大致上的用法 这个信号指标 可以跟非常多的交易系统 还有你的交易方式 去融合进去 可以作为一个 你参考的指标 好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相当于的话 就像魔兽世界跌buff 一个buff一个buff的 目前的走势 在小通道和大通道之间 它目前来说 应该是一个震荡趋势 然后现在它走到了 大通道之下 而且小通道也在往下降 但是出现了一个看涨背离 量能是超买 然后信号震荡 持续出现 认为要出现方向了 是吧 金叉预警 然后它在平均的 看涨分割线之上 然后这是各种指标去参考 昨天晚上的时候 有小伙伴问我是看涨还是看d 的走势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看震荡的走势 大家可以通过小时级别 去寻找交易机会 然后融入自己的交易系统 最优先参考的 还是你的交易系统 你要画四小时的趋势线 它在通道之内 是吧 然后你要这样画线 你要去这样画线 然后根据自己的交易指标来结合 类似于在四小时级别 或者更大的时间框架 在这种交易密集区 然后就画根线 通过这个信号指标 来融合自己的交易系统 在一小时时间框架放而类 来寻找交易机会 这是我们社区 加强满老玩指标 大致上的用法 这个指标 目前我们社区 确实有很多小伙伴 能用它稳定盈利 玩的比我6的多 它能在你的交易系统的基础上 为你的开单如虎添翼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到社区里面来联系我 好 今天的任务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